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温天雾云月儿笑 花园相望人寂寥 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 寒雨过夜未了 天出现一丝光亮 不敌笑深情 山河岁月最燃烂 一腔深情 无一光 这一世 风雪暮涂摇 相濡一抹是骄傲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城通的谈思 震盘 大祈盘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造假 那他假药也不是他叫出来的 相反的 他为了救我 竟然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 可是我做了什么 我竟然做假诊 把他置于私底啊 可是如果你不做假诊 死的人就是你啊 我宁可死的是我 是吗 你真的敢死吗 你更有其他人 郭彦 说句实话 我来ショ逆 小队 你去吃吧 我吃东西 你吃东西 我吃东西 怎么吃东西 北京 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 我吃东西 不能杀 虽然在我心里你无足轻重 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 你却非常重要 谁 你女儿 胡永梅 你把她弄扬了 她现在很好 她现在在外面到处找法子救你 现在求她我站来了 你想怎么样 我决定 放了你 你还是杀了我吧 就像你逼死为我胸一样 可我已经答应我永梅了 你如果把我放出去 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说出去 我要为吴伟伟报仇 你不敢 如果你真要说出去一个词 我就让胡永梅沦为佳奴 我就让胡永梅沦为家奴 让她一辈子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 我说到做到 胡老爷 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好好珍惜吧 你 我说到做到 我说到这几个不断的 他只会保护 他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要做到 买者 你会保护 我先保护 你会保护 你会保护 我会保护 你会保护 我呢 你会保护 你会保护 我好多儿 其他的都好处置 唯有这尊药王神像 我不知该怎么办 于是就带回来了 您看看 我记得这神像 还是当初开业时 吴卫文帮忙请 你这是 你怎么了 老爷 干吗呀 你 你怎么了你啊 来人吧 爹 来人吧 爹 你怎么了 爹 别这儿了 老爷 您坐下 坐下 坐下 爹 你心里面一定有事 说出来吧 说出来会好一点的 爹 我是你女儿 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呢 让我帮你分担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能说呀 爹 我们离开惊阳吧 我们离开惊阳吧 去哪儿 去哪儿都好 反正 不在这儿待了 爹 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我们走 走得远远的 我们俩 把过去的都忘了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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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 好 哦 好 爹 你这样 无数在九泉之下 也难以心安 有没有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我害了魏文兄 我对不起他呀 你是胡志存 周莹 你刚才为什么说对不起我爹 你做了什么害了我爹 永梅 我们走 你用松香假冒血洁 卖给冬月 我没有 事情败露之后 你却诬陷我爹作假 你洗脱了自己 但冬月却因为你家破人亡 你胡说 我爹不是那样的人 当着我爹的面你告诉我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着我爹的面你说 你为什么要陷害他 不 那不是我 不是 你还能是谁 魏文兄 我不是人哪 爹 爹 我们走 爹 你不能走 爹 你跟我说冰桌 冬月圆到底是怎么回事 放手 放手 我也是没逼的呀 谁逼你的 你说 是谁逼你的 不 不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错 你放开我爹 放开他 我爹死得不明不白 你一定知道其中究竟 事到如今 你还不愿意说出真相 难道你甘心让我爹死不明目吗 你放开我爹 不 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你 为什么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 快 我们走 胡志寸 胡志寸 你回来 快点 把我给你 把我说清楚 胡志寸 去拦着他们 胡志寸 你说 你到底是谁的弟弟 快点 军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嘉学姐 到底是谁的 你回来 快走 驾 走开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还是会找到你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爹 没事了 那个贱人没有追上来 都是我的错啊 我犯下了大错 爹 我不知道那军雪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认一件事 你是我爹 哪怕你错了 你也是我爹 可是我 我不是人哪 我不是人 爹 没事 只要我们离开京阳 一切都会结束的 一切真的结束 是 虎之存回家了 我都是他惹的 现在老爷不在了 他还完好无缺地回家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 我能感觉得出来 他对陷害爹的事情 也十分愧疚 而且 他一定知道军雪案的真相 是 可惜虎又没把他给拉走了 我什么都没问出来 可知道了又怎么样 老爷也回不来了 爹诚信一辈子啊 不能被这个作假的名头死 我们东元就算破产 也不能因为作假破产 对 我们明天就去胡家一趟 娘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问问胡志存 他的心到底是怎么长的 他胡家之所以有今天 老爷当年可帮衬了不少 就算不念恩 也不能恩将丑报呀 娘 要不这样 你明天啊 就跟他讲讲以前的事情 动之一情 说不定 还能让他毁我 爹 吃饭了 好好 好 兄妹 你也早上 陪爹喝两种吧 好 来 爹 尝尝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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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吴叔啊 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有一次在通州遇上了贼人结路 我身上被砍了几刀奄奄一息 你无数愣是背了我二十多里 找到大夫 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犯皮毛 爹配的是一干二净 你无说二话不说 从自己的进货款里头 我运出了二百多两银子 给我让我重新振作 不至于走上绝路 爹 我们今天不说这些 好 不说这些 那说说你吧 找个上门女婿吧 找个上门女婿吧 今天也不说这些 别的我都不要求 唯一的药 人称是厚道 一心一意对你好 不过你记住 钱你得自己拿着 去负责些地 你不认识 你得自己的儿子 你得不认识 我能不能伤识 你得不认识 我得不认识 那些人 你得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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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有些人 你得不认识 你得不认识 吗 他不是认识 收租过日子 能平平安安活一辈子 那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你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呀 没什么呀 爹就是怕哪天我突然不在了 该交代给你的事 都事先交代好 怎么会呢 永梅 你哪儿都好 就是脾气直 太任性 于是不知道闹尽拐弯 以后可千万记住 凡事收敛点 万事孝心 你 再说 爹 我知道了 好 那你是打算去江浙还是湖广 你要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爹不能陪你一辈子呀 我就要你陪我一辈子 好 那爹就陪你一辈子 来 我哪儿 老爷 吃饭了 老爷 吃饭了 你 老爺 让她们知道我们要来啊 不管她 进去再说 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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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们将老爷上吊了 怎么会这样 老爷 小姐 小姐 你还我爹来 老爷 你还我爹来 我爹死过了 我爹死过了 老爷 你还我爹死过了 我爹死过了 就是你昨天说的话 我爹死了我爹 你这个凶手 凶手 你爹死过了我什么事 你收起来 你爹害我 走开 别这人了 别这人 别拉着我 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娘 起来 我们走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杀了你 赵燕 我忽悠梅发誓 让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杀了你 给我爹报仇 我配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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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为什么这胡志存要死呢 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 他就这样走了 丢下永眉一个人 日子可怎么过呀 娘 你先回去吧 你要去哪儿啊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可人都死了还能怎样 胡志存死了 这事就更蹊跷了 你们送娘回去 胡志存 上吊自杀了 胡志存 上吊自杀了 若不是心怀愧疚 他又怎么会自尽 若不是军需院另有隐情 他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你仍然坚持 吴伟文是清白无辜 造假的都是胡志存一人 不然没法解释这种种疑点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军需院已经结案 据我所知 能够这样了结 已经是法外开恩 如果我是你 不会在节外生枝 如果你是我 只怕会更加穷根究底 只可惜我是个女的 没法轻身去追查 这样吧 我再去帮你问问 尽快给你一个 详尽的答复 那就多谢赵大人了 我先告辞了 夫人 你的伤好了 好了 都没事了 谢谢赵大人关心 这是布图堂 快滚 这儿不能躺 快滚 快滚 谁啊 胡小姐 你先起来休息一下 我 Stop 我 我 走 走 走 胡小姐 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有 很多 只是自从我爹 卷入军需案之后 再也没有来往了 倒是你 非亲非故的 还来悼念 吴小姐 那你爹走之前 跟你说什么了吗 一句话也没说 一个字也没留 都回家了 怎么还想不开呢 因为有人逼他 谁 我家冬月的周莹 他为何要逼迫你爹 他说我爹陷害了吴伟文 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 我爹 早就答应了我 我们一起离开京阳 但现在 却因为他那番话 就我所知 军需案作假全是吴伟文主使 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 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 我爹死得太冤了 吴小姐 请安睡别 我爹死得太冤了 那你之后 打算去哪儿 我哪里都不去 我要留在这儿 为什么 我要杀了他 为我爹报仇 白师 最近如何 还好 你的事 当初李大人也力保过 但是贝勒爷呢 却不依不饶 也只有让你 暂时受些委屈了 哪里谈那样什么委屈 是我处置不当 调查不力 我应当受的惩罚 最近一段时间 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 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京阳的沈家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据我所知 京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 原来如此啊 太后要堪休三海都没钱 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戒 这帮王公贵族 真是敛财有道啊 敛财总需要工具嘛 贝勒爷 于是就选中了沈家 你此次被贬京阳 正好可以密切关注 沈家和明里的动向 这一次 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 下一次 一定要逮个正着 到时候 我也好找一个机会 让你官复原职 还有什么动向 无至存自尽 您可听说 为何 不知道 没有留下一眼 但是 死前好像隐隐约约地透露 吴卫文有冤 此案连过三堂 吴卫文的口供 前后完全一致 证人证据俱全 我敢保证 吴卫文绝对不冤 可是 吴家东院的后人 并不甘心这个结果 有了 还是要抓到 这一条捅 我们被他认识 我还不懂 我他不认识 想想想想想想 我 还要想想想想想想 是 你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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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今年风调雨顺 棉花的产量特别好 你看 像这种品相子 至少一斤可以卖到一百文 还了我娘的银子 再把地收回来 今年至少 能赚两万两 夫人 赵大人 找我有事啊 你前日所说之事 我特意询问大探一番 结果如何 吴卫文均需作假 可以说是铁正如山 我爹绝不会作假 夫人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心中的那个吴卫文 和真正的吴卫文 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 不可能 此案乃是朝中几位大人 亲自督办 你若再是纠缠不休 我怕不但翻不了岸 还会引祸上身 夫人 我还有一句相劝 吴家东院虽然遭遇大祸 不复从前 但你的身份仍然是 大户人家的少奶奶 也应当遵守原来的做派 赵大人 你是不是又想说 我应该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啊 理当如此 可现在吴家东院 就剩一个寡母一个我 我再不出来干活 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知道 你要说饿寺失小 失节失大 可我现在还不想死 我还有很多事想做呢 吃赔了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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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情况不对啊 往年这个时候呀 来卖棉花的棉笼 早就排起了成队 今天眼看八月是午了 外边一个人影都没有 会不会今天的棉花 承受得晚啊 有啊 那你快去打听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再过几日 武汉的佟老板就要来了 别到时候没棉花门了 我这趟看下来 就数咱们订的棉花 掌势最喜人 就这两天 都准备开始采摘 都准备开始采摘 盛安 沈家二少爷来了 说要见你 他的确该来了 请他进来吧 我去迎一下 嗯 沈少爷 里面请 来吧 少奶奶 沈少爷到了 沈少爷 请坐 我发现从正门走啊 舒服多了 沈少爷 请问你找我有何事 我听说 你提前三个月收了些棉花 是 收了多少 不多 八十万斤 八十万斤 八十万斤啊 你真是在找死啊 这话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八十万斤棉花 放在你这儿 风险很大的 是吗 那怎么办呀 我可以帮帮你啊 真是太好了 怎么帮呀 全卖给我 没问题 爽快啊 八十万斤棉花 一百二十文一斤 什么事 我没听错吧 一百二十文一斤 你知不知道去年棉花 卖六十文一斤 你卖一百二 但是棉花 可是从今年的地里 长出来的 你就是在做底指甲呗 这棉花在我手上 我爱要什么价 求什么价 六十五文 一百二十文一斤 一文都不能少 你别这样嘛 我真的是在帮你 我觉得呢 咱俩是朋友 那朋友之间 凡事就应该有商有粮 才对嘛 是 那朋友是朋友 生意是生意 你别忘了我还救过你一命呢 铭记在心 七十文 一百二十文 周莹 你别以为全观众 就你一个人有棉花 我们走 这观众 还就只有我一人有棉花 不行 人家东院已经赴了定金 这片地的棉花 都是人家的了 我去吧 考虑怎么样 二少爷 这多赚钱是个好事 可今年我跟东院签了契约 今年所有的棉花 都得卖给人家 要是卖给其他人 卖多少斤 就得每斤一百文 倒贴给人家 里长 里长 帮我好好想想啊 这附近还有哪一家 是没把棉花 报给吴家东院的 这品项稍微好一点的 都定了 一家都不剩了 不剩 停停停停 停 落轿 好 好 沈少爷 有何指教 这样吧 七十文 一斤让你赚五文 一把二十文 七十五 周云 你到底要怎么样了 我要赚钱 我已经让你赚十文了 你还嫌不够啊 不够 那你要多少 这样吧 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给你一百一十五 你这个价格我没法做了 没法做 那就回家爬墙上树摔盆打碗 唱歌滑拳吧 我为什么还会够 唱歌滑拳 好 比起来 下单 你会让我温暖的 我温暖的 我现在就能不能太干嘛 他现在呢 还要不够 Monty 还要不够 但是老子 你是有温暖的 你都能够 我现在就忍受到 少奶奶 小五 童掌柜已经到京阳了 住云莱客栈 云莱客栈 就那小客栈 对 童掌柜做事一向不张扬 那我们现在就去邓门拜访 少奶奶 你就这样去吗 有问题吗 童靖芙可是一个大商人 每年从他手上经营的皮棉 都在百万斤以上 他对对手很挑剔 以前都是老爷亲自接待的 你要这样去的话 我怕他不会取信于你 好 我明白了 我得有个豪门大户 当家少奶奶的样子 我得尽身又如鲜 我得尽身又如鲜 一轮明月升起来 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岗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满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宽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 岁月永恒都在心扉 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岗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满天轻辉 再从容看一遍宽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 岁月永恒都在心扉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山岗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